3月16号 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召开专题会议 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资本市场问题 并就宏观经济运行 房地产企业 中概股等问题进行研究 当天下午 三大指数直线拉升 户指涨超3% 创指涨幅扩大至5% 对此 经济学专家表示 股市的大涨表明市场情绪回暖 此次会议传达的相关政策精神给了市场充足信心 最主要的是信心比黄金更重